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錄影分享的車種別是Suzuki Vitara 這一台是18年款 然後1.4升渦輪引擎 這一台是四輪驅動的 跟之前有直播分享過的車種 這一台是四輪傳動的 跟之前的版本不太一樣 這台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城懸吊 後面的話呢是拖一幣的系統 而且這台車有貼膜 這應該都已經是LED的大燈了 前面麥花城的話 因為車種其實這台車還蠻輕的 所以我們前面所選擇的彈簧呢 是200長6公斤 那它的上座呢 是要沿用原廠的橡皮跟軸層 就好像是FIT SWIFT或者是YARIS的這樣設計 它的前面的彈簧公斤數的話 我們剛剛說了 236公斤 這是離載串 離載串的位置的話跟原廠一樣 所以就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有ABS感應線 還有煞車油管固定位置的話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就直接做鎖附就好了 那裡面的主尼友的話 選用的主尼友是IP 主尼友意大利IP的 它是一整桶從意大利原裝來台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所以它油品的穩定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那裡面的油封的話 所選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這一套的系統是道路板 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那高低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旋開 這個還沒鎖緊 從這個地方做旋開之後 這個腳管往下做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側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話呢 側高就是變低 那之後鎖緊的話 這個托板往下旋緊就可以了 這裡有一個彈簧 彈簧滑絲 這個彈簧滑絲 是防止這個托盤呢 做雙托的 那後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系統 這台還有做貼模很漂亮 從這裡繞過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內裝的部分 它的內部的系統呢 跟替打差不多一樣 原廠有做了一個維修蓋 維修蓋打開之後呢 就能看得到後面避震器的上方 後面避震器的 因為這個是拖一臂嘛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調整機構 直接插在軸型上面 那車主要調整的話也很方便 直接把試蓋打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就能做調整了 像這樣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KD的話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今天的輪胎規格的話 應該都還是維持原廠的17吋 215517 所以我們把它的阻尼呢 大概設定在中間的位置 大概是15段左右 後面的彈簧配置 還有你看後面這一台是四輪驅動 所以後面這裡有傳動軸 後面的調整機構的話 我們是放在上方 這個調整機構呢 最主要是在取決於後側高的調整 那至於桶芯這裡的長短調整呢 這個並不是來調整車高的 這個是來調整行程 來搭配這裡的位置 等一下的話 車高的設定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所以這台車這裡還有大概一指多的調整距離 這台車最低的話 大概可以到半指幅左右 那這裡可以看得到 這一台的後彈簧的話 我們是配置了214公斤 其實這台車的車重 看起來車型不像小型車 可是這台的車重其實很輕 所以我們彈簧配置的話 一般道路版本就是前面6公斤 後面4公斤 那至於這台車有很多的車主 他是想要比原廠車高還高一點點的 那我們的後彈簧呢 就不是這條彈簧的配置 有另外一條250長的 所以車主如果不同車高的需求呢 都會告訴我們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車主的需求都是要比原廠稍微降低一些些 所以我們的車高設定的話呢 一般道路版前面就是200長6公斤 後面的話呢就是214公斤 那這個後面的防塵套的話 也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比較細的童心 所以它的密合度的話 剛剛有聽到聲音 就是很密合 後面的話也有附防塵套 上部的橡皮的話 就需要沿用原廠 那我們再把鏡頭拉遠 看一下這一台 國外不曉得是叫吉星還是新吉星 就是Vitara 18年款 OK那以上是今天的Suzuki Vitara的安裝錄影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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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